在海峡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谢国良市长 致政深圳市长 出自刘庸的和平之春祠盘 期盼在未来双方合作交流春暖花开 除了两市的市长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委罗明才 立委李德韦 桃园市公测会副执行长陈美莲 花莲县参议彭伟组等人也共同参与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期望藉由两岸交流带来和平与稳定 促进两岸城市的关系友好 为基隆增加更多商机 他也特别有请我转达 他也希望在明年能够也一起来参加一个这样子的有意义的论坛 那另外港口经济是对于深圳来说相信是非常重要的 对基隆市来说也一样是如此 基隆市也期待透过港口经济来更多的发展目前城市的一个情况 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以及观光的热络 所以我觉得深圳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包括他也有一个很巨大的摩天轮 我们明天也将进行参访 那基隆市也未来在港口周边 会打造更多国际及两岸游客 都会喜欢的油气的设施跟人文艺术的空间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城市以及未来更多两岸之间的港口城市的一个加入 以及大家共同的交流一定会共好 让彼此都更提升更进步 也让两岸更和谐 加强与基隆组织台湾各城市在经贸投资 新兴产业 海洋经济 农与产品 港口航运 文化交流和各领域 不是合作 推进两岸港口城市高自然发展 务力共用发展 谢国良市长提出海港政策的愿景 也期盼将基隆打造成一座国际级的港口城市 在这个愿景下 基隆也力求促进两岸文化与经贸交流 寻求与不同单位的合作 争取城市转型与拓展港口建设之外 也要促进观光互惠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